大家好,9月19号,现在是晚上21点15分 有这么一个画面,我觉得挺震撼的 美驻联合国大使首次会晤 台湾驻纽约代表允驻台返联 允诺帮助台湾返回联合国 不知道消息是真是假 但是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是几率越来越高 可能性存在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 这位女士16日于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 叫李光章 这是前面前左这位男士 戴眼镜的共进午餐 克拉夫特称此为历史性的会面 这个图片来自美联社 他们是在一个比较繁华的 这个人来人往的一个餐馆见面的 有可能就是故意在这个地方 然后他们一起共进午餐会面 然后希望让媒体拍到 然后向外界 比如说中国大陆 比如说其他的国家 传递某种信息 是吧 因为在外交上 如果双方想瞒着其他人 那从技术上是很容易的 就像1997年不是香港回归中国吗 在之前有一个中英 关于香港问题的秘密谈判 在北京那个地点 也没人说 到现在也没人说在哪 但是很巧 他们谈判的地点是我的客户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在哪啊 东城区台机场头条 大概是7号是几号 就是彭真家的隔壁 彭真那个大宅子 东边那个院里 那个解放前 1949之前是南斯拉夫 还是奥地利 好像奥匈帝国吧 驻北京政府的 应该是大使馆所在地 因为那一片 再往南500米之内 就是东郊民县 过去的使馆区 1949以后 使馆区 挪到了城外 这个三里屯 东至门外 现在又往亮马桥 往这个凯宾司机饭店 这个燕沙商城 往这边扩展 什么萧云路 最早解放前 就在东郊民县 所以这个台机场头条 和东郊民县 都是这一片 包括今天的天门广场 东侧东长安街 这个公安部大院 公安部大院 原来就是英国兵营 后来那房子 拆了 很可惜 是吧 还算文物呢 那一大片 都是使馆区 这一大片 离紫禁城 离故宫 离清朝的皇帝 多近啊 是吧 所以这个 透露了一些信息 反正 之前 这个川普 这个 确定当选之后 马上就跟蔡英文通电话 是吧 蔡英文 蔡英文表达恭贺之意 从那时候我就知道 这个台湾 这就是行情看涨 这个中国大陆 就被边缘化了 是吧 其实大家 如果这个中共啊 中共中央啊 党中央啊 或者叫中央内部 这些幕僚啊 就是不能都是像这个什么张昭忠啊 什么金一南呀 金灿荣啊 陈平啊 啊 什么这个林毅夫啊 都是这一类人 甚至还有更恶心的 什么司马南 什么的 什么孔庆东 如果都是这种人 那不彻底完了吗 是吧 应该有点真正的幕僚吧 是吧 其实川普 今天的很多政策 他十年前 甚至十多年前 他很多谈话 对中国 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看法 是吧 他的那种 起码是不太友好的 是吧 或者说 呃 某些特定的看法 已经都昭然若揭了 是吧 那中国共产党 你既然想跟美国做生意 是吧 还需要这么大量的外汇的顺差 来还要干他们想干的很多事 那你应该还是做出一些让步 但是 看到的结果 是不是这样 这个贸易战打两年多了 是吧 也是屡次的反悔 是吧 谈的差不多了 又不行 屡次好几次 四五次 其实有人说 还不如一开始赶紧就 就服个软 是吧 就说叫一声 大哥 是吧 我是在你手底下混饭吃的 事实就是如此 是吧 我刚才看了我这个衣服啊 我现在又穿这个衬衫啊 我也是 我一看 made in made in 印度产的了 是吧 原来还都是made in China made in China 曾经世界工厂 其实我们的媒体啊 你也得看风向 啊 蛛丝马迹 前几年已经放风了 啊 中国要由世界工厂 要转变为世界市场 啊 那意思 我们有购买力了 我们负了 可是呢 你真正有购买力的高收入阶层 你的绝对人数 你的比例 是吧 李克强总理 权威人士吧 是吧 排名第二的 对不对 六亿 月收入 一千零九十块钱 这 哎呦 可可笑吧 这么多年 世界第二 钱哪去了 是不是被这些贪官都给分了 是吧 胡锦涛当军委主席的时候 两个副主席全抓了 全是大贪官 是吧 我听说啊 我听到一个说法 军费 军费的一半 是被两百多个中将以上的分了 完全有可能啊 他签个字 对吧 他花哪去了 他评个账 做个账 做个计账 凭证 这很容易的事啊 对吧 还有这个中国四大资产管理公司 华融 长城 信达 还有一家 是吧 这里边都有很多的手脚可以做呀 比如说 是吧 这个银行贷的款 贷出去了 还不上 说是还不上 那他们 签个字 这就归零了 是吧 这钱转转转转 转到海外 对吧 最后就变成私人的钱 对吧 要不然说中国叫拆那 是吧 拆那 拆来拆去 全给拆没了 是吧 中国 加拿大 外国有个加拿大 中国有个大家拿 所以你中国这种状况 你指望着国际社会真正的喜欢你 信任你 欣赏你 尊重你 发自内心的瞧得起你 这不可能啊 花钱买不来友情 花钱买不来真正的尊重 捷克 前几年中国的领导人去了 说要在捷克啊 什么建设中欧 什么贸易的枢纽 怎么怎么着 说要投几百亿来的 我都忘了 反正那数字特吓人 一大堆零 是吧 当时那总统有点瘸吧 有点拐 叫泽曼吧 那老头 但是我会 我发现 啊 你允诺啊 我相信没投那么多钱 而且肯定是有条件的 也是逐步的啊 也很多项目 可能没投那么多钱 但是人家不买账啊 人家参议院的议长 人家飞到台湾去了 对吧 而且人家那个 好像布拉格首都吧 好像和北京的友好城市 姊妹城市 人家撤销了 人家不跟你玩了 对不对 看看吧 拭目以待吧 这个台湾 当年退出联合国 好像当时的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部长叫周舒凯啊 据说很狼狈 然后那些非洲国家又载歌载舞啊 又高兴 那中国也花了大价钱了啊 毛泽东说过 说这些亚非拉兄弟 给我们抬载子 给我们抬到联合国去的 抬载子 那教夫抬人累着呢 流好多汗 那个腰腿胳膊肩膀 是吧 脖子 那不是白给你抬的 对不对 那中国老百姓都吃不上饭 对不对 那几个主要的提案国 尤其那几个领头的 阿尔及利亚 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 中国给扔了多少钱 现在那些武器装备战斗机 还封存在仓库里呢 还有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闹独立的时候 从法国那独立 那游击队那军火都哪来的钱啊 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亚西尔阿拉法特 法塔赫 中国给扔了大量的钱 对吧 所以这个巴勒斯坦的前任吧 现在可能换届了 卸任了 前任驻华大使 那都是阿拉法特的干儿子 对不对 最后怎么样 也翻脸了 你不给钱就给你翻呀 阿尔巴尼亚和中国最后翻脸了 最后双方都有人在对方手里 像人质一样 最后商定 你把你最后一批人撤走 你来一架飞机 我也来一架飞机 同时起飞 后来阿尔巴尼亚人又反悔了 俗话说叫打爬了 他为什么打爬了呢 他说你中国大 你的领空长 是吧 他说我这边 我的首都叫蒂拉纳 他才多大 几万平方公里吧 两三万吧 他说随便你的飞机 你中国民航一飞就飞出我的领空了 我拿你没辙了 他说我的飞机在中国境内 你可以迫降它 你起降战斗机 或者你说高射炮导弹 地空导弹威胁我 他说我怕你反悔 你把我的人继续扣下来 所以他说我们的飞机要先从中国起飞一段时间 飞出你中国领空了 你的飞机才能起飞 这种彼此不信任呀 包括越南啊 就北京饭店那些厨子也写回忆录 那些厨师 专门伺候中央首长的 是吧 北京饭店很多年都归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国管局直管 那些厨子也回忆啊 说周恩来 是吧 越南人来了 狮子大开口 要钱 要武器 要粮食 什么都要 最后中国还直接出兵了呢 派工程兵 派什么防空的那个地空导弹 派那个高射炮兵 直接参战呀 穿着越南军服 但是没有这个军衔的 对吧 值吗 是吧 你犯得上吗 你中国老百姓过什么日子呀 对不对呀 你这不应该怎么做 真的 现在你看台湾很有可能进入联合国 而且我还听到一个消息 可能啊 可能 我只能说可能 现在川普总统有一个新的想法 他不要联合国了 为什么呢 因为联合国 你没看见吗 关于白俄罗斯 又有新的消息 美国联合了29个国家 我昨天吧 跟大家讲的这个 昨天 29个国家谴责白俄罗斯政府 卢卡申科独裁者 是吧 关闭互联网 就是不让反对派互相在网上联系呀 不让他们形成联合的力量啊 或者说有可能这就要镇压呀 是吧 另外封锁消息 你没有网络了 是吧 他那抓人什么的 甚至开枪 你不知道 是吧 然后联合国有三个国家站出来 支持 支持白俄罗斯 一个是俄罗斯 白俄罗斯大哥 普京 这没得说 还有中国 还有委内瑞拉呀 委内瑞拉自己 这 马杰罗都招不保抢 是吧 但是这三个国家站出来 就这三个国家 在联合国 在联合国应该叫人权理事会吧 支持他们 所以你看人家那能联合29国 这边才撒 所以你的阵营 是吧 你的老朋友 还有几个 是吧 这证明什么呀 证明你走的路是错的 错了没关系 改闲 更张 谁没干过错事啊 改了就得了 你不改 你一条条走到黑 那 咱就不知道将来会什么结果了 好吧 我们是本着善心 是吧 希望这个稳定啊 希望不要有什么血腥啊 流血 希望平稳 好吧 谢谢大家